这几天好多人都赶着要去快筛站来做检验 台湾的筛减量能也直线飙升 我们今天直集独家画面 就是MIT厂商火速一起联手打造 一个全台湾最快的核酸筛减机 光是一天就可以筛减两千多个人 晚上要立刻送到新北市 用MIT的技术快速消化筛减量 机器手臂夹去刀罐 漆出减体进行核酸萃取 紧接着分别注入监测肺炎病毒的试剂 来到最后一关做PCR反应 读取报告 全程都靠机器手臂运作 24小时不停歇 一天能筛减高达两千人 MIT技术现在更要帮助新北提高筛减量能 这台机器目前在全台湾只有三台 一台在昆阳实验室 一台在桃源的联心医院 而我旁边的就是第三台 在我们采访的此时此刻呢 他已经准备拆解运送到新北 要去支援当地筛减 72小时火速赶工 打造全台最快的核酸检验机台 和一般检验所相比 一天顶多检测100人 靠机器人帮忙 等于这一台能抵掉20个检验所 由台美检验来负责检验 大厢生医负责这个机台的研发 然后联益科技负责组装 我们三强联手 原本这两台也是准备要出货到国外去 那因为现在双北疫情严峻 我们赶快把它稳定下来 能够希望说先帮上我们国家 目前虽然有快筛战辅助 但病毒量不高就验不出来 容易有漏洞 而核酸检测虽然可信度高 但时间就要拉长到4小时以上 因此能同时间大量检测 就是关键 我们等于用机器人 模拟国考及格的 医检师的手部动作 能够让他做完整个检疫流程 第一盘进去96 到下一站的时候 我们再可以再送第二盘的96个 进入核酸催局 就像流水线 一天这样累积24小时 就可以稳定的产出 而工研院也研发这款核酸检测机 只要一小时就能揪出病毒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研发的这一台 只要吐口水 同样靠核酸检测 就能知道结果 MIT筛检 国家队冬起来 各自贡献所长 这一仗一起打 要收牵手 守护台湾 东森台铃新闻 终于热红沛宇 台北报导 对 我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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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